戴帽子的朱新宇和国民党的张士良两个人互推 差点擦枪走火 国富俊和王信南互骂对方是大哥三次金 连自家人沈富雄这时候都看不下去了 这样的场面就是总预算审查最后一天 预算能不能省完进受到立法院形象和政策能不能落实 表决前党团都派出代表各自表出立场 不让我们删还不让我们说话 连说话的钱力都没有 我们有何等的悲哀 大刀扩虎拿着大刀到处大砍特砍漫天喊将 4点40分表决大战终于登场 大小党边举起反对赞成告示牌 大家喊的声词力竭 而一开场包括国防部违贷费用删减2% 国防部政战业务 教育训练业务删减1亿元 和国安局删减5000万元 派府会删减5亿多元的这些预算提案 国民党全部获胜 各位接下来的美农水库预算大战奠定了基础 本会期国民党的人数优势 在预算审查最后一天的关键时刻完全发挥作用 中央政府总预算只删减225亿元 网上微信新闻陈销信陈范宇台北报导 而立法院三党都寄出了假机动员令 但是因为朝野协商始终没有共识 使得立委在议场内空等了4个小时 有人等得不耐烦 吃便当的时候还破口大骂 那么现场也有人拿李总统的新书出来阅读 总预算审查上演表决大战 从上午11点钟 三党就发出了假机动员令 要求立委不能离开议场 就这样 大门后面党团代表进行协商 而场内的立委就整整坐了4个多小时 等呀等 等了再等 大家的脾气开始按捺不住了 对立委红手处连吃便当火气都很大 国民党的人数顾半居于优势 有人犹哉犹哉 像冲号啊哈的草干立委 有一个杀干脆拿了一只玫瑰花 深入民进党的战区 开玩笑地说他要去找男朋友 民进党说有啊哈闹场 气氛轻松了不少 不过他们还是不时为提小圈圈 言伤对策 而本会奇才成立的国改会 这些国民党的成员正在秘密地讨论 接下来美农水库预算 表决时要跑票给国民党好看 场内有人无聊地睡觉 还有民进党立委叶宜金 比国民党立委还认真 正在看的书是李总统的新书 台湾的主张 无线卫星新闻 陈销兴陈范鱼 台北报道 因为在晚间最新的社会消息方面 台北市在晚间传出了一场火警 而地点是位于连云街巷子里的一家小吃店 由于附近的民宅众多 火灾发生的时候也正好是晚上活动的时间 因此附近也立即的到 这里的把门面租给了商贩 而商贩又把一些内容不健康的游戏 回敬给学校 因为他们更想赚钱 一味追求商业利润 而不去顾及有害游戏的副作用 这就使温州的玩具用品市场 出现了很大的混乱 甚至连一些带有博彩性质的所谓摩彩游戏 也充斥街头 这个主要是往哪卖呢 做小孩玩的 把点设在哪呢 是不是一般的 学校门口 学校门口 这种摩奖每组设320张奖券 每张五毛钱 奖品最高的一般是电子宠物 最低的只是一张纸片 设奖者每组可得160元钱 而每组的全部奖品 加起来的价格也不过50块钱 记者请摊主带为莫奖 摊主取出一张单独放置的奖券 撕开后便是唯一的头等奖 可见在这种所谓的游戏中 中什么奖是老板说了算 他们呢 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是否能够赚钱 那么甚至根本不考虑这种 对于他们能够赚钱的东西 对我儿童和国家会再生 造成多大的损害 这是他们完全不考虑的 温州游戏玩具市场的混乱 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日前工商执法人员 对温州玩具市场 进行了一次集中清理 根据批发商提供的地址 温州市工商部门 先后插出了生产内容不健康的 所谓游戏棋的 秉信娱乐用品公司 和三洋文娱用品厂 两家企业虽被查出 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因为生产这种所谓游戏棋的工厂 都是由工商部门批准的 制造棋类的专业厂家 这上个部门就是批准我们做棋类 我们本来都是做棋的 我们经验方式就是棋类 这种棋跟传统的咱们说的像棋 有哪些个区别 这个肯定有点区别 有哪些区别 这个就是说小孩子要动一下脑筋 才能在下这个棋 我们的脑筋是动哪方面脑筋的 您比如说像玩大富豪也好 或者玩这种警察抓小偷也好 小孩他需要动哪方面的脑筋呢 我跟你说 这种棋我们做了已经三年了 三年了就是人家销路不交 我们现在就不做了 是吧 不 据了解我国目前对于这种四棋非棋 四玩具又非玩具的游戏用品 并没有一个业务主管部门 管理上的真空是导致大量内容不健康的游戏棋 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的根本原因 青少年的产品不同于社会的其他产品 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产品 这种产品呢 必须以教育性放在第一位 必须考虑到它对于我们整个社会 未来的这一代的人的影响 市场上应该有这样一种执法的人员 是什么 就是为了保护青少年 要检查产品对青少年的表害 其实这一点呢 在国际上也是很流行的 就是说对于儿童的产品的 这种从外观内涵 它的价值观 都是有人来检查的 通过这次这个案件的查处呢 我们国上经济管理机关 对于今后 凡是在生产领域和销售领域 发现对青少年身心健康 有产品影响的儿童娱乐产品 国上经济管理机关 一定要严厉打击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给大家提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类产品 在生产以前 在它的设计过程当中 应该有办法部分严格起来 严格规范 严格审查 以杜绝这类产品流入市场 一件游戏玩具呢 要经过设计生产批发零售 甚至要经过家长 最后才能到达孩子们的手里 那么面对市场上 这种花样翻新 层出不穷的各种游戏玩具 我们每一个相关的成年人 一定要树立这种 小玩具大是非的这种观念 而另一方面呢 有关的管理部门 要加强对这种游戏玩具市场的监管 如果在这里 仅仅依靠厂家和商家的自觉性 恐怕必然会出现管理上的真空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焦点访谈节目 再见 感谢观看